南投豪雨持續狂降 雨水不斷打在山壁 吐司都給沖刷下來 民眾上班途中看傻了眼 本來想往後開 但是其實要倒退的路 其實也還蠻長的 那也都是落石 所以當下也是進退兩難 這裡是南投台21線 超大區塊占據道路 警方接獲報案 趕緊來指揮交通 並通報公務單位來處理 緊急吊派來小山貓 把落石排除 同樣土石崩落的還有廬山 驚險一瞬間被募集 山壁上大小不一的石塊 不斷掉落 民眾只好把車停得遠遠的 生怕遭到搏擊 啊啊啊 石頭 啊 哎呀 還有魚吃香 濟南大學附近的道路 路面上散落石塊 民眾路過就像是在開越野車 一路閃避非常驚險 大雨不僅造成土石流 還把許多路段變成河道 這裡是中台公路42公里處 大雨宣洩不及 往草屯方向的道路 嚴重積水 公務單位只好暫時單向封閉 目前已經搶通 以及台14線浦屋公路70公里處 也同樣因為大雨 整個山路汪洋一片 另外因為大雨導致溪水暴漲 也傳出人員受困 怪手穿搓在暴漲的溪水當中 下午4點 12名工人正在進行 國道3號民族大橋的補槍工程 突然間溪水暴漲 他們進退兩難 廠商趕緊調拍怪手 成功將他們運回岸上 最後有驚無險 記者曾偉鄉 許玉文 張士凱 南投報導